我们念佛就是成佛的种子 一念一句佛号 想这个佛名或者想这个佛像 阿赖耶里头都落种子 这是什么种子 佛的种子 所以我们阿赖耶师里头 本来居足 十发界的种子通通是现成的 拿一个力量大力量强 他就先受报 因此我们既然想做佛了 就要把成佛的种子不断的叫它增上 其他的那些种子最好能把它消除 换句话说 其余特别是六道 二乘这些念头决定不起 不齐这个念头就把六道二乘这个语言断掉 虽有种子不齐现成 而把佛菩萨这个种子这个语言要多解 所以是义佛念佛意识心里常常想 我们读经也是义佛 读经就是跟佛接触 就是听佛为我们说法 这就是清净如来 宣习正法 这个是义佛 不读经的时候 是念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